我 你房间太久没收拾了 去我房间吧 我在客厅凑回酒 你得跟我睡啊 你不是不喜欢跟别人睡吗 我 我可以习惯的呀 赶紧的吧 她都成这样了 还是送去你屋吧 跳起来 跳起来 怎么办 让我喊起来 喊起来 来来来 快下来别蹦了 喊起来 小小乖 别蹦了好不好 跳跳跳跳 猪小小 坐下 你跳吧 躺下 我先回房间收拾一下 孤雞味啊 很难散出去 你去客厅睡吧 我要跟你睡 你今天怎么了 你爸 为什么非要跟我睡啊 你先去忙你的吧 我等会儿过去找你啊 真是个麻烦 真是个麻烦 来 今儿有点累了 睡吧 啊 媳妇 别闹着行吗 媳妇确实太累了 你谁啊 她谁啊 我不知道啊 谁赢你 刀 你真不是人 你别打我 小姑娘在我床上 不是 你别打我呀 老婆我也不知道 我正睡觉了 突然间咋棒就过来 我正想开场 我来就去 停 那哪儿来的 天上队下来的 是吗 爸 妈 你们继续 那 那我们继续睡啊 睡什么睡啊 我的宝贝儿子 终于带女孩回家了 阿姨 打扰了 打扰了 你还打扰了 这 这孩子 其实干啥呢这是 我听说 昨天晚上 我给大家 带来了很多麻烦 知道麻烦酒 怎么说话的 坐下 坐下 没事 没事 阿姨知道 你昨天晚上喝醉了 听小秋说 你是因为心情不好喝的酒 是不是 是 给这小兔崽子气的 这个时候就不是小宝贝儿了 别跟那小兔崽子一般见识 她呀 就是脸臭嘴臭脾气臭 但是呢 她这个心还是好的 我不敢跟她一般见识 在她眼里 我就是个麻烦 怎么会 晓晓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爱的女孩 还是叶秋哥好 不仅救了我 还会夸我 不对呀 怎么救了你 叔叔阿姨 叶秋哥是我的救命恩人 当年在凌云山的时候 是她救了我 也是因为我 她才受了伤 失忆了 小秋这孩子啊 也真是不容易 造了那么大的磨难 不过啊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对对对 日后成个家 找个瞎你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怎么 我说错了 那个 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 对 孩子第一次到咱们家来 我就是希望 我两个宝贝儿子 早一点早女朋友 早点成个家 这也有错 没有没有没有 我错了 我错了 阿姨 您是不是误会了 误会 误会倒是没有 我就是没搞清楚 你是他们两个 谁的女朋友啊 她的 不不不 阿姨 我谁的女朋友都不是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喜欢哪个呀 不是 是啊 你喜欢哪个 告诉阿姨 随便挑 随便挑 不是阿姨啊 都支持你 我们就盼着这一片的地 随便 你和爸是不是该出门了 到点了 都出门了 干吗去 到点了 干吗去 对 对 到点了 对 什么 到点了 你不想吃这门口那包子吗 包子有啊 这脑子长得就戴帽子用 快